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爱健康频道 本期节目的内容是 一生高级脚上出现这五个症状 说明你的血糖太高了 小心糖尿足 糖尿病是一种以高血糖为主要特征的慢性病 治疗及其繁琐复杂 一旦放上很可能要众生服药 书区显示我国一半成年人处于糖尿病前纪 这期间只要受到不良因素的刺激 就会真正演变成糖尿病 不过医生也表示 虽糖身高是有预兆的 风波脚上的几个症状 可以看出虽糖是否有异常 症状意出现会痒 会痒的好发部位为前足底部 脚部一个疼痛点 可能是糖尿病 足部溃疼的第一个症状 糖尿病患者也更容易发生症区感染 特别是皮肤有褶皱的部位 症状二 脚趾发白 脚趾发白主要有两种情况 一是干病人群 都是得了糖尿病 可以结合其他的身体症状综合判断 但最直接的判断方法还是去医院 毕竟这两种情况都不是小问题 症状三 足部感觉迟钝 走路香踩在棉细上 糖尿族带来下肢神经的病变 会使患者的下肢皮肤容易阴 无汗而干燥 并且下肢经常会 伴有刺痛 着痛 麻木 甚至感觉迟钝 或伤势 走路时 会有脚踩连续的感觉 症状四 肩膝心火心 肩膝心火心是糖尿族 较为早期的表现 其导致原因 主要是下肢轻轻微的缺续 会让患者在行走一段 均匀后下肢开始出现乏力麻木 但休息一段时间后就会缓解 当缺续进一步驾住时 甚至会出现休息痛 即就是在不走路 无运动的精细状态下也会疼痛 这种疼痛主要就现在脚趾 或者足够的远端 起而夜间还会加重 患者躺下时也会加续疼痛 只要保持足够下垂时 才可以缓解 症状五 出现抓状纸 这种症状一般在糖尿病出气 或有神经性疾病时会出现 虽然它对生活的影响不大 但也是一种糖尿病预兆 一旦发现要及时坚持血糖 预防糖尿病两点很重要 有些人刚开始只是血糖高 并不是真的糖尿病 而长期以往 若控制不好血糖就真的会引起糖尿病 所以建议大家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 定时坚持醉糖 这样不仅能预防 连缓糖尿病的发生 甚至还能逆转糖尿病前进人群 一 饮食科学合理 一 炒菜避开养到菜 炸土豆片 莲藕 醉糖主要来是由糖和碳水化合物带来的 食物中的碳水化合物含量率高 生糖速度愉快 所以控制醉糖首先要控制的是 不要吃太多甜食和含淀粉类食物 炸土豆配合莲藕就要慎用 经过高温油炸过的土豆 变成了所谓的高醉糖 只是食物 而且很可能会产生一些 等病弊的有害的物质 脂肪的含量也很高 这样土豆中的淀粉就比较容易被糖尿病患者消化 上升税糖的速度也会变快 不建议使用这样的土豆 大家同样要注意 莲藕的淀粉含量很高 150克左右莲藕的热量就相当于半碗米饭了 所以糖尿病患者在吃莲藕的时候 要相对应的减少摄入量或者减少一部分主食的摄入 2. 选择合适的饮品 最好将常喝的糖分 含量高的饮料 啤酒等饮品改为白开水 茶饮 平时也可以自制 将糖茶 酸液茶配放 取新鲜的酸液洗净 晒干备用 或者在重要店买晒干的酸液 也可以 将晒干的酸液自成碎片备用 每次取2-5克 热水冲泡 带茶饮集合 现在依随证明 酸液是上好的功能熟品 它能降压降至抗衰老 增加耐力 降低百固醇 抑制制防积累 抑制碎酸生成 抑制肠内有害低菌满植 抑制有害的氧化物生成 最突出的功能是防止糖尿病 国内外研究资料证实 生物碱和过糖受伤液中主要的降碎糖成分 二 规律运动 坚持过多吃一口 不少走一步 分来的一项研究发现 每天走35分钟的路 糖尿病患病风险减低百分之外时 中国的研究也指出 高碎糖者过走路 大产生糖尿病的风险减少百分之40 因为走路增加细胞 胰岛素受体的数量 让胰岛素的利用效率更高 医生还提醒说 很多糖尿病患者 检测空腹睡糖时 正常就要以轻心 以为自己很健康 其实胺后睡糖的监测也很重要 胸腹睡糖比较6.1毫模2 胺后睡糖比较8毫模2 糖化睡红蛋白比较6.5% 如果糖尿病人能向睡糖严格控制 在这个范围 就能有效的减少糖尿病病患症的发生 或阻止其进展 今天的内容到此结束 喜欢的话请按订阅 关注我们的频道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